好 崇拜开始 好 崇拜开始 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下面的崇拜时间 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 更深的经历你 请大家一同正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 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的主 要开道路 在旷野无路之处 也未看见 他已看过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使我引导 帝我靠近他怀抱 力量和力量 自己帮助 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我要开道路 我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他要开道路 他使我把音道 替我靠近他拐道 我和你了 你把祝福 开了开道路 开了开道路 我和你在荒野里开道路 开了开道路 什么时候还将得够遗忘 要将得像羊飞去 开的发音永长生 谁在今云 还要做兴许 我只要开道路 也在荒野不如基础 谁会看见 带一盘苦难 为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使我音道 替我靠近他拐道 为何力了 你把祝福 他要开道路 还要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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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 是的主 你行大事 行大事 奇妙可畏 你是 万已是 万有的主宰 我还爱慕谁呢 愿你的心在我心 永远居首位 愿我的心属于你 永不变更 我心我心 永不变更 我心我心 永不变更 我心我心 永不变更 充满我思想 我心 永不变更 超过世纪 自荣使我光 成为我智慧 成为我检验 我愿常愿醉 你在我身边 你是我身份 我是你子 你藏着我心 我与你可以 我愿常愿醉 你也不愿抚佑 你是我自己 也不愿抚佑 为你赞我心 永远之愁 我愿常愿醉 你也不愿抚佑 你愿抚佑 我愿常愿醉 你也不愿抚佑 我愿常愿醉 光明的太阳 我愿常愿醉 你也不愿抚佑 我愿意大声张 我心俗 依依信 永无别更 爱要 依侏 主宰 成为我一乡 我心俗 依依信 永无别更 爱要 依依 主宰 成为我一乡 感谢神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下面由我来介绍今天的讲员 今天的讲员是董宗良同学 2008年来美留学 期间接触经常信仰 2015年进入正道MACS 2022年转入MDIV 2023年成为MDIV和MFM的双修生 在房角市华人长老教会释放已有11年 主要参与敬拜事工 主要参与敬拜事工 和家庭事工 董宗良同学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请听我说 请听我说 马太福音14章 15到18节 天将晚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 时候已经过了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 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 不用他们去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说 我们这里有五个饼 两条鱼 耶稣说 拿过来给我 下面有请董宗良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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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钟晋王老师 还有同学们平安 还有同学们平安 感谢审 尤其感谢我的奖道学老师 艾光老师 还有华世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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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见的机会 所以我才能站在 荣耀的讲台上 来分享 首先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赞美你 赞美你 赐给仆人这样宝贵的机会 来操练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 就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与我同在 求你赐福仆人的同学 跟我所宣讲的 所分享的信息 都满你的喜悦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Amy姐 感谢Amy姐 刚才给我的简短的介绍 没有什么不同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是15年就入学了 今年是第八年 今年是第八年学习了 第八年 自己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说 我抗战八年 因为学的确实 比较慢 我是partime学生 也在网络上上课 那么一学期 就是一学期 可能就修一门到两门 所以就战线拉的 特别的长 我想我牧师 刚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你知道你最大的优势 你知道你最大的优势 是什么吗 最大的优势 你最大优势就可以 不用一下 这个全职学生 有学分的压力 你可以慢慢的学 一门一门课的学 然后学的扎实 感谢牧师 我真的是学的 感谢我的牧师 我真的是学的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扎实 早知道以前学的东西都忘了 只知道一些课名字和老师是谁 学的东西都忘了 因为这个战线拉到太长了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我特别的盼望 有这样的机会 就像全职学生 像我们同学们 在梁牧之家 有这样的一个两三年的时间 全身心的去投入 真的是很怕 我真的是很怕 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没有 我相信这样一个全身心的投入 一定会非常的深刻 但如果想我们part time学生呢 有不同的领受 就是我们一边在学习 另一边在我们的服事上 工作上 家庭上 都会产生很多的变化 这样一来我们带着这些经历变化 再回到深学院学习 领受还是蛮深刻的 那么过去这8年时间 有一些经历 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 退休了两任院长 退休了两任院长 两任院长退休了 我还没毕业 第三任院长 那是我的第三任院长 那我努力了 我努力了 结束 我就想我当初 我就想我当初 刚来学校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也是神学院 好多的神学院 然后我觉得 最后我觉得 正道神学院 正道神学院 我要在这里来装备 我要在这里来装备 认识神 造就自己认识神 然后回去 当初的很多豪言壮语 当初的很多豪言壮语 然后学了一学期 然后学了一学期 之后你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学校班了 我们学校班了 这边都拆了 拆了 这边都拆了 被我赶上了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当时我们就去了 和平教会 在那边上学 我记得第一门课 我记得第一门课 还学的 跟小花老师五金 跟小花老师学的 当时印象很深刻 然后 我们的网路课程 在Frame那边 我们的网路课程 在Frame那边 路很好开在那边 路很好开在那边 所以当时对我来说 还是蛮辛苦的 当时 然后过了一年半 然后过了一年半 一年多的时间 又回来了 这边该好了 我们又回来了 这边该好了回来了 我就感受领受到 感受到这个 使用到这么崭新的校园 当时非常感谢主 当时很多同学 那个时候就毕业了 没这个机会 就没这个机会 我呢 学的慢就 学的慢就 使用到了 就使用到了 非常感谢主 然后因为学的慢 还停过了疫情 然后现在我们 然后现在我们 学校的这个 弱教育非常的 弱教育非常的 非常发达 对于我们 非常的高 对于我们 网络学生 还有partime学生 非常非常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学校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过去这几年时间 就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就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生了三个孩子 生了三个孩子 没感觉的 生了三个孩子 就想从原来一个小年轻 就想从原来一个小年轻 直接变成三个孩子的爸爸 这个身份的转变 这个身份的转变 真的是不容易 有很多的辛苦 像Alice也有好几个孩子 像Alice也有好几个孩子 都不容易 这样给我带来一个改变是什么 这样给我带来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我原来是在学校学习 是要奔着这个敬拜方 现在直接就转到了家庭 现在直接就转到了家庭 这差别有点大 这差别有点大 因为当了爸爸 我就想 因为当了爸爸 我就想怎么做一个好爸爸 这方面非常 这方面非常的有负担 所以现在我也非常的荣幸 成为家庭学校 家庭施工的一员 跟着彭老师一起学习 感谢所 感谢所生活的改变 你看这个生活的改变 专业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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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我在 然后就是我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过去这八年 经历了两次分裂 经历了两次分裂 教会不大 请问分裂 请问分裂 我想说华人教会怎么回事 我想说华人教会怎么回事 教会很小 两次分裂 两次分裂 一次小的一次大的 分裂 分裂呢 直接就 随人数随腰斩 一半 人没了 被我经历到 但是也感谢主 但是也感谢主 有空缺了 我被选上了长老 我被选上了长老 在教会当中 但是唯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长老 然后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职分 然后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职分 就跟同工 我就跟同工 还有牧者之间有很多的交集 有很多的张力 甚至有很多的重复 所以在这个方面 体会还是蛮深的 所以我也想就借着今天的经文 今天经文来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同工和牧者之间 我是同工 我如何对待我牧者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也有满身的体会和得到 所以我今天也是在这里 我今天也是在这里 就有经文 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和感受 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 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 这段是《马太福音》 《吴炳二鱼》 《吴炳二鱼》中的一部分 大家都非常熟 我想今年好多人都 我想今年好多人都 都跟这个《吴炳二鱼》有点 都跟这个《吴炳二鱼》有点 都跟上了 好多人我听了好多人 然后前面我李伟宇光牧师 也在这里去分享 我们在院长的课上 也在院长的课上 也讲到《吴炳二鱼》 就是从这个团队的角度 团队的角度去 本身的思考 那我今天也是很巧 那我今天也是很巧 7月份在教会实习 全职实习 然后牧者也安排我 然后牧者也安排我 去带领每一周的 这个长老的周会灵修 选的也是《吴炳二鱼》 选的也是《吴炳二鱼》 开始吧 还是从《吴炳二鱼》开始吧 然后从7月份到现在4个月了 才分享完前两个月 哎呀太宝贵了 哎呀太宝贵了 当时想这还有什么可分享的 大家都很熟了 然后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 就发现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宝贵 所以我在想按照这个进度 《吴炳二鱼》能吃到明年春节 《吴炳二鱼》能吃到明年春节 我是怎么打算的 一到进门吃到明年春节 感谢主 那我就是从同工和牧者 这样的关系切入 给大家一个分享 首先我看到的一点就是 门徒想要成就自己的心意 以前其实没有想到这一期 但是这一期我学了希腊文 我跟着罗老师学希腊文 系统 然后又学了名词系统 我就带入进去看 这个门徒 是个复述 以前英文我也知道 Desciples 英文我也知道 Desciples是复述 没有下来我太多 在希腊文我就想 门徒是个复述 也就是说 好几个门徒来找耶稣 然后呢 我又对比这个 我又对比这个 《路加福音九章》 我原来的记载 特别的精确 12个门徒来找耶稣 12个门徒来找耶稣 哇 当时我一下就呈现 当时我一下就呈现 这个画面了 12个门徒一起来找耶稣 12个门徒一起来找耶稣 干什么呢 他们 我想他们一定是商量 他们 我想他们一定是商量 现在这个天这么晚 现在这个天这么晚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拿定了一个主意 所以他们就拿定了一个主意 你同意我同意 大家都同意 12个门徒全都同意 12个门徒全都同意 这些人呢 把这些人遣散走 附近就是伯山大 是吧 有很多的村庄 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所以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 所以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 一起来找耶稣 一起来找耶稣 去把耶稣 去把众人遣散开 关键这也不是一个 关键这也不是一个提议 中文翻译的是 中文翻译的是 请教众人散开 用了一个请字 还蛮鲜逊的 还蛮鲜逊的 符合这个 一个文化 我代入 希腊文当中 希腊文当中 就是阿克路 阿克路 阿克路上 这个词呢 这个词呢 是个动词 第二人称 命令 而且是命令语气的一个词 门徒商量好了 门徒商量好了 然后呢 找耶稣 用了一个命令 来表达他们 来表达他们 我觉得这个希腊文用的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希腊文用的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疫情一下就出来了 看到这么一个 所以我就看到这么一个 但是好在门徒 但是好在门徒 没有自己把人写散 来找耶稣 来找耶稣 还知道谁有权利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大家可以想一下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将来是传道人 我们将来是传道人 然后培养了这么多的同工 突然有一天 所有的同工来找你说 不是说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 那你是同意还是 那你是同意还是 不同意 你要同意的话 可能跟我们的领受的意向 市中的策略等等都不相同 市中的策略等等都不相同 那你同意吗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那就有很大的冲突 因为所有人都同意 你不同意 那有了 你不同意怎么办 你不同意怎么办 那可能有的成功就 更严重的就是 更严重的就是 直接投票就把你投出去了 直接投票就把你投出去了 就很常见 这个事情很常见 所以这个画面一出来 所以这个画面一出来 我就感受到这个大事不妙 大事不妙 我们教会 我就是教会 大家的分享 我就是跟大家的分享 我的经历 我们教会就有这么一次 大约在七年前 大约在七年前 有几个长老找牧师 有几个长老找牧师 到某一个长老家去聊一聊 然后牧师一推开门 然后牧师一推开门 四个长老坐在那里 有长生主席 还有前任的师母 这都是开创教会所就在的 还有其他两个长老 还有其他两个长老 然后桌子上摆了一本圣经 然后桌子上摆了一本圣经 还有两张 这两张只是 十三条给牧师 十三条给牧师的建议 你们十三条 我都记不清了 其中有几条是这样 其中有几条是这样的 牧师讲道的时候 牧师讲道的时候 不可以自闭使徒 听得好像 听得好像 但是 不想讲道的时候 使徒面临的很多的挑战 我们也面临到 所以这样做个对比 没有什么 然后还有个题就是 牧师讲道的时候 不可以说难听的话 不可以说难听的话 有些大陆的牧师 他们就 有些大陆的牧师 他们就 牧师比较直 他就会说一些 有些人不适应 然后还有一个 有些人不适应 然后还有一个题 我记得是 散会的时候 散会的时候 牧师不可以跟异性 我守拥抱 很奇怪 我以前是 很奇怪 我以前是 传统 牧师节会三会的时候 跟大家也拥抱 都很正常的 但他们不是 都很正常的 所以你说这是个提议吗 也不见得是个提议 也不见得是个提议 我们很爱你 牧师我们很爱你 这是我们给你的一些建议 希望你能够遵守 遵守 然后遵守 然后我们一起服侍等等 说的还蛮好听的 那我们教会长老 那我们教会长老 人不多 长老还是蛮多 长老还是蛮多的 七个长老 教会一般没有长老 教会一般没有中的长老 我们有七个长老 会议规则 按照会议规则 超过半数 就能形成 超过半数 就能形成 所以四个长老 而且还要长得会主席 其实就能形成 其实就能形成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你在那个场景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你在那个场景 我在想我如果是 当时我是牧师的话 我如果是 当时我是牧师的话 我这个汉毛都会立起来 我这个汉毛都会立起来 头发还立起来 分分钟感觉自己要凉凉了 分分钟感觉自己要凉凉了 对吧 你不忠心就会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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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自己这么理解我自己 我就自己这么理解我自己 你不忠心就凉凉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自己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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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说这是一种建议 你说这是一种建议 委婉的建议 实则是一种 如果你不同意 他们怎么办 如果你不同意 他们怎么办 就可能会罢免牧师 我们牧师是蛮有智慧的 我们牧师是蛮有智慧的 他懂得规则来保护自己 然后首先是一个 13条都是华人 你为什么用英文系 13条都是华人 你为什么用英文系 他就用的全都是英文系 就是有些特殊的词 就是有些特殊的词 所以回去查一查 所以他说回去查一查 再给他们打工 赶快离开了是非之地 赶快离开了是非之地 然后这些证据就留下来了 然后这些证据就留下来了 现在还是能够提醒到我 然后根据会议规则呢 然后根据会议规则呢 那就是你要开会可以 你要开会可以的 必须有 给每一个人都要有 给每一个人都要有 内容 讨论外的内容 没有内容 如果内容 所以他们 所以他们 一个小牧师 这样一个想让牧师 签议协议的话 是一个不符合 另外就是 我们是PCUSA下面的 下面一个体系的 本地教会的长老团 本地教会的长老团 是没有办法 去罚名牧师的 这是规章制度 牧师的汇集在区会 牧师的汇集在区会 他是相当于区会 拆派牧者到这个教会来牧养 是这样一个关系 你是不可以 这就保护了牧师 对吧 但是你有问题怎么办 但是你有问题怎么办 你可以去投诉 所以他们果然去投诉 所以他们果然去投诉 然后区会也派人下来调查 我也参加了那个调查会议 最终是证明这个 最终是证明这个 指挥忧的 你的这个陈述是违反的 当然最后这个几个长老 当然最后这个几个长老 就离开了 教会就分裂了 很可惜 那么很可惜 通过这个事情 给同学们一个建议 通过这个事情 可以给同学们一个建议 以后还是 大中派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是比较好的 长老会有一本 长老会有一本叫 教会法规 里面很多的案例 就是被称作是教会的许类式 全都是许和类 所以 长老会其他中派可能也有 那么教会通过这个教会法规 来保护教会 弥补人的而弱 感谢主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规则的话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规则的话 就出去了 这个情况非常常见 所以就通过这段经文 马上我就想到 想到我教会发生了这个变故 商量好了来找耶稣 想让耶稣去把这些人遣散 想要成就自己的心 当然我们这个好像 这个长老签订了13条 然后找牧师来签 想让牧师来旅行 看了一模一样 关于是我们所签订的这个东西 究竟我们的建议 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 符合神的心意 真的不见得了 所以这我们还是要非常谨慎 那么 紧接着我们就看到 紧接着我们就看到 门徒给了一个建议 耶稣直接就否决了 不用他们建议 你们给他们吃吧 我们看到门徒用了一个 我们看到门徒用了一个 命令的语气词来找耶稣说 然后这时候我也看到这个词 也是一个命令语气 这个命令语气 看到这个画面语气 看到这个画面 希腊文展现的画面 特别的有意思 主耶稣应对门徒 然后主耶稣应对门徒 也是非常有办法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是门徒的话 如果我是门徒的话 你看我好心提的建议 对不对 好像我没有为了我自己 也没有为了我自己 我为了神的子民 考虑天这么晚了 没有吃的没有住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为了主能够休息 我们知道之前的经文呢 是主耶稣的怜悯他们 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所以就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 去医病他们 医治他们 你说这个门徒这个角度错吗 好像没有什么错 而且门徒跟随耶稣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有了很多的长进 这里我看到什么呢 首先门徒 他能看到 第一个能看到神百姓的需要 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 非常的难得 然后他们还有怜悯之心 天太晚了 没有吃的没有住的 怎么办 有怜悯之心 为神考虑 还能同心合一 还能同心 十二个门徒同心合一 不容易了 我想这几个 这几个亮点 生命中的亮点 在今天的教会当中 也不见得每个同工都有 真的 不仅如此 我看到门徒 还有很充分的理由 这里我引用路加福音 九章这个NASB里面的 这个翻译 门徒说 send the crowd away dead they may go and and for 这个连词用的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特别的妙 所以我在想从门徒 可以推出他们心里 各个层面 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有充足的理由 我生命成长了 我能看到这些 我的提议也非常的对 所以主耶稣就为什么挑战他们 当然可能有各方面的因素 我在灵修所也领受了几点 其中有一点 那就是 今天主的心意 就是要喂饱他们 就是要成就 就是要无凭而鱼喂饱他们 怜悯他们 那你没办法 主的心意就如此 今天你就撞上了 撞上了 那没办法 但是我就想 那主知道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 他们最后也不信主 他们还要强逼主做王 主还要成就这个吗 这是他的心意吗 这个是值得去深思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上周 灵修的时候 有个人提议 就是从followers和leaders角度去看 为什么主耶稣来挑战他们 我想这个角度就是 先看门徒 门徒是起因 门徒为什么和主耶稣这么说话 这是值得想的 为什么要用一个命令的方式去说话 当然我想可能他们太熟了 都是同乡 说话 无所谓了 有可能 但是我想主耶稣是老师 是夫子 他们叫他拉比 这个这么说话 还是没有尊重的 在里面 还似乎就不太可能 我想我和我的牧师的关系 也是非常的近 我的牧师光我叫儿子 天天光我叫儿子 因为他没有儿子 就叫我儿子 然后我关系这么近 我也不能说 牧师时间快到了 弟兄姐妹的恶人 讲到该结束了 你敢这么说吗 也不敢这么说 我通常的做法比较委婉 我就 我们后面有个钟 叫回头 回头 时不时的回头 当牧师的眼光 一下子接触我的时候 我啪一下就回头 让他看到我这个动作 表明的意思 我希望能提醒到牧师 有时候我在会场 就是有巡逻 走到门口的时候 上面是钟 对的 看看 对对 对对表 我甚至都没有表 没有表 就这么个意思 希望给牧师一个提醒 你只能通过这委婉的方式 来告诉牧师 是不是 不可能不尊重 这个是最起码的 所以 我就想 follow和leader 这个角度去看 门徒本是一个follow 现在却要做leader 他们以为主 没有看到这个需要 天色已晚 百姓没吃没住的 怎么办 关键主也不说个话呀 是不是 耶稣也不说话 那怎么办 他们就自己想办法 觉得自己看到了需要 感觉理由很充分 而且得出了办法 也是最好的 唯一的办法 但是他们用这样一个 命令的语气 去跟耶稣提议的时候 这就错了 这不是一个follower 应该做的事情 follower应该去想 how to follow 怎么去follow 而不是把自己变成leader 让自己的心意来成全 甚至让主去成就自己的心意 然后给主去发号施令 这就是大错特错了 当然从经文里 我没有看到说 他们一个提议 主耶稣直接责备他们 没有这么说 所以就是看到提议 其实是蛮好的 各层面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在教会里我们也有 很多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有不同的领受 不同的经验 不同的恩赐 我们提议一起交流 是非常非常好的 关键就是我们同工 面对牧者的时候 该如何提议 how to follow 这个才是更重要一点的 我们不是说 大家都商量了好了 像我们上次分裂的事情 商量好了 找牧师来 来同意 来成就你的心意 这样的就会产生 很多教会的冲突 当然说这里门徒 没有说他 我想做leader 因为主耶稣在那 你不可能这样做 但是你的心意 已经很显明了 就是你要成就自己的心意 让自己的心意 成为主导 这就是有一点僭越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就想我们作为同工 教会的同工 一个是 我们是耶稣的follower 另外我们也是 主任牧师的一个follower 提议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怎么提议 how to follow 这也是更重要的 感谢主 我去年 下半年 学了陈明老师的教会论的课 然后 我们有个作业 要去观摩本地的教会 我就去了DEC 光信牧师那里 然后我叫上了我们年轻的 新任的掌制会主席 比我年轻 比我气盛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观摩学习 跟光信牧师深入交流了以后 哇 大受感动 非常的感动 尤其我们的CEO 你看看人家教会 就因为这样做了 这样做了 这样做了 所以才这样了 两年就这样了 然后我们教会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所以教会就这样 这样了 所以我们之前也商讨了 很多教会缺乏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 想去找主任牧师去交流 去交流 然后去牧师家探访 当时就给牧师师母感动坏了 你看童工啊 年轻童工成长了 知道关心牧者了 哎呀 让他们想起来 他们年轻的时候 去探访上一任牧师的时候 那个场景 特别的感动 然后好吃好喝的 都给我们了 然后我就想当时 CEO也比较直 直接就问牧师 牧师啊 我们明年的意象是什么 直接就这么问 然后怎么传达这个意象 因为DEC他们是 这样一个方式传达意象 小组和各个房间 这样传达的 然后牧师也告诉我们了 反正我们觉得 还蛮轻松的 跟牧师有探讨挺轻松的 但是当天晚上 牧师就反应过来 这俩臭小子 是吧 你们商量好了 来质问 来牧师来了 你们给牧师的下套了 这样的 心情不是很好 不是很美丽 不过我们提的建议 很多还是可以去试试的 所以牧师给我们的机会 你们提的 那你们来做 所以就是在新的一年 今年年初的 掌职同工会上 我们就提了好多的建议 其中有一条 在教会 四周 还有牧师的办公室 装摄像头 很多教会都有摄像头 我们教会没有 因为这个场地 是属于英文堂管理的 他们有管理权 我们没有 然后呢 我们老丢东西 他们又不管 非常的差劲 不管怎么样 我们觉得在牧师的办公室 装摄像头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看从同工的角度 从教会角度 从牧者角度 这个摄像头都是保护牧师 因为牧师之前 有被讹诈 诽谤 都有过 因为他会跟弟兄姐妹 有一对一这样相处的时间 尤其是异性 当然会有别的同工在 师母在 然后呢 有的人他可能就 自己的需要没被满足 然后就在外面散播谣言 对牧师有控告 所以我们为了保护牧师 维护牧师的名誉 也是维护教会 所以各个方面 层面我们看都应该装这个摄像头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但是呢 没有好好跟牧师交流 没有听牧师的想法 他的有没有什么顾虑 不知道 后来我们就在开会 就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就知道牧师怎么想的 因为牧师在那里办公 二十年了 将近二十年 然后夏天比较热 他就喜欢穿一些背心啊 短裤啊 在里面办公啊 或者就他自己嘛 那还没必要穿成这样吧 然后可能换换衣服 累了在里休息休息 突然有个摄像头照着他 你说这个非常非常的 感觉 哎呀我服饰二十年了 被监督了感觉似的 一个提议 我就要不上楼了 上楼了 所以他有很多的顾虑 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接下来更严重 长治会主席直接说 牧师那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我们就开会吧 举手表决 哇这句话一出来 马上就火了 冲突 非常激烈的冲突 你说这么一说 哎呀 这个牧师心里是什么想法 对啊 是我们的建议非常非常的好 各个方面都证明我们是对的 就像门徒一样 我们是对的 但是我们没有去 这个have to follow have to提建议 这个没有考虑到 牧者的一个想法 牧者的心意 那所以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甚至想用教会的规则 来成就自己的一个想法 非常非常的可惜 到最后 这个摄像头也没装上 都十月份了 从一月份开会到现在 也没装上 我就问CEO 我说摄像头怎么不装的呢 什么时候装 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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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自己决定吧 我不管了 伤心了 所以就让我想到 哎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耶稣喂饱四千人一次 这是喂饱五千人 门徒来找耶稣 喂饱四千人那次 门徒不吱声了 耶稣主动来问门徒了 该怎么办 我看着非常有意思 门徒受伤了 不管了 不提了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想这个 一个很好的建议 你看看就因为 你不知道怎么去follow 做一个follow 然后怎么提建议 就跟牧者之间有了冲突 非常的可惜 但是我也不管 这不是我指责 我也不管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 我们看之前 耶稣直接就否定了门徒 然后去挑战他们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只有五个饼 两条鱼 所以耶稣挑战门徒 就是让门徒看到 你不行 你没有 这五饼二鱼 还是小孩子的 让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很有限 我们的想法很有限 能力有限 我们的观念 或者是我们的心意 决意 提议 都是其实跟我们的背景 经验有很大关系的 是很有局限的 让我们看到这些 就是你的提议 也不一定符合这个教会 可能这个提议 那个教会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这么起来的 在我们教会就不一定 我记得张海牧师 在课上也跟我们分享 就是别人的属灵军装 你穿不了 你可能穿不了的 是的 我们有很多的想法 来到自己教会 那就不一定 如果我们要是硬着头皮 甚至开会决定讨论 要这样做 那有可能就产生 极大的冲突 教会就有可能 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里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拿过来给我 你看到有限了吗 你不行 你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缺乏 然后呢 拿过来给耶稣 让我们听主的吩咐 主的一个声音 主的心意 然后看主的作为 所以之后才有 这样五饼二鱼 这样一个大的神迹 好 我们教会 曾经有一个神学生 不是正道的 感谢不是正道的 他是别的一个学院的 他刚学了几门课 回来就跟牧师说 牧师啊 这么做不对啊 牧师你这么做不对啊 教会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才学几门课啊 当然他跟牧师关系很好 牧师就非常严厉地说 闭嘴 闭嘴 五年之内 不准跟我提任何建议 关小凡 反正就随便 五年之内不准说任何话 好好在神学院 受造 装备自己 学习什么叫谦卑和顺服 五年之后再来找我 现在都十年过去了 他也不说话了 他也不说话 感谢主 这成长了 我刚来正道学习的时候 学了一两门课 我就觉得教会的主日学 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啊 怎么会缺少这么多东西啊 不对啊 我也就跟牧师提了一些建议 牧师没有这样说我 牧师爱我 感谢主 没有这样说我 他说那好 你行你来啊 你来坐啊 你来坐 就像主耶稣跟蒙东说的 不用他们坐啊 你来坐啊 你给他们吃吧 你来坐 我不行 我也就不说话了 不说话了 所以有前辙之见 所以我提的建议还是蛮少的 蛮少的 感谢主 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跟同学们有同感 有同感 尤其我们讲到学的课上 哇 这个课程是太好了 太好了 讲的 这应该主任牧师来听 不是我来听 是不是 就是给主任牧师来讲的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同感 有吧 有这样的同感 所以我想建议上经文 我就反思 我同学千万别 我现在很少提 千万别 对吧 有的时候那时候 因为我们跟牧者站的角度不一样 看的东西不一样 尤其我们在学校学习 学了很多的知识 那这个知识 但是我们教会有限 对不对 我们有限 教会也有限 你学了知识 怎么落地到这个教会 这是一个需要时间 需要观察 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尤其是今年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全职学习一年多的时间 我对神的认识 圣经的知识 还有生活的经历 服侍各个方面 我都觉得我成长了 明显感觉到自己成长了 然后就跟牧者冲突争多了 以前是很少的 奇怪 我成长了吗 不是 我感觉我成熟了一些了 冲突反而争多了 不明白 不知道为什么 通过这段经文 马上就意识到 我和门徒一样 和门徒一样 他们跟牧者 他们跟耶稣 这么长时间 有很多的成长 你看他们提议 你就知道 有很多的成长 反而这些成长 变成他们的阻碍 所以也变成了我的阻碍 我觉得各方面 我觉得对的 我的领受 甚至有时候 我祷告 我感动 领受这样的 你跟牧者一提 就不一定 也不一定适合教会 所以我就盼望着 这段经文 一直来提醒我 我不要像门徒那样 我要时刻 非常地警醒我自己 就是越成长 你越要警醒自己 时刻可以 就是提醒自己 我可以放下自己的坚持 你放下 听主的吩咐 所以回到经文当中 我想如果门徒不这样提 他如果说 主啊你看 天色已晚 这么多人没有吃的 没有住的地方 你看看我们可以 做什么来帮助他们 你要这样一提 好像后面的故事就 没有了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段经文 就给我一个 很好的提醒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我今天的题目是 主请听我说 其实不是 不是主啊请听我说 我觉得我说了太多了 我在教会里 在事工当中 在小组当中 在服事 在家里 我是祷告的时候 都是我在说 对不对 我说了太多了 而是主请对我说 尤其是在我们和牧者 传道人之间 相处服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 多听一听牧者的 他的一个想法 他的策略 神给他的领受 我觉得很多牧师 在教会当中 服事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他所占的高度 是比我们高很多的 眼界要宽广 他对神的认识 也很深刻 你看我这五比二鱼 我都分享这么长时间了 我就有很深刻的认识 那牧者呢 他二十年 十年二十年的 那一定更深刻 所以我想应该 多听一听牧者 先放下自己的心意 所以我们不妨 多听一听 开会的时候 形成建议 也可以 牧师你看我们这个建议 怎么样 所以借着这段经文 我也是要提醒自己 就是但愿以后 我在服事当中 面临很多的挑战 冲突 还是什么 我的成长 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经验 我依然能够 求主来帮助我 来打开我的眼界 我能想到五饼二鱼当中 主说你拿过来给我 甚至很多人都同意自己 所有的同工 都同意我的看法的时候 我可以先stop 想到这一话 主说拿过来给我 寻求主的心意 求主对我说话 求主来吩咐我 让我看看主的作为 主怎样帮助我 指示我让我能够 让主的旨意来成全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好 这个是我今天 给大家分享的 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耶稣 感谢赞美你 你亲自来拣选 我们在这里来学习 来受造 我们将来一定要回到 自己的服事的岗位上 在教会当中 或者在宣教的工厂上 我们一定会遇到 许许多多的挑战 主啊 就算所有人都同意我们 就算我们所有的坚持 都觉得是正确的时候 主啊 求你插亮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是缺乏的 让我们来寻求你的旨意 求你吩咐我们 请你对我们说话 让你的旨意来成全 感谢赞美你 求你继续带领 我们同学们 未来的路上 有你的同在 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 好 我们非常谢谢 董忠良同学 就是 我当年也是 五年生了三个孩子 所以我非常了解 你的心情 谢谢同学 能够给我们 今天有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信息 让我们学一个 怎么样做一个 Follower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 Leadership 也许也要讲一下 Follower 就是做一个 好好的一个跟随者 那个忠良也是 跟两个礼拜前的 那位Tom同学 有一点类似 他们都是住在南加州 但是你比较少看到他们 在这个校园里面出现 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远 而且他们是一面工作 一面来学习的 所以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我是在想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邀请你来Chapel的话 可能很难可以看到你 好 那我想我们也为我们的讲员来祷告 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些需要祷告的事情 好 感谢主 求大家为我祷告 其实我还面临许多的挑战 其中一个挑战就是 我因为搬到了Rentor Cougamanga那边 然后就看到许多家庭施工的需要 而且我也是对这方面有负担 但是呢 我又不确定神是否在这方面来带领我 我有很多的方向在教会也做敬拜 甚至可能将来要幕会等等啊 这个方向很多 不知道神给我的清楚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借了这篇信息 我要放下自己的心意 求神向我写明祂的心意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 我从去年到现在全职学习 放弃工作 我在这边享受学生的这个时光 非常的美好 但是背后有人为我承担所有的压力 所以我的太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她都在看这么多孩子 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我的家庭 自负我的太太 还有我因为赶功课的压力 有时候呢 熬夜整天情绪不好 这些都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 有时候对孩子缺少了陪伴 所以我特别的亏欠 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我 也赐福我的家庭 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 好 那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为祂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在我们的弟兄身上 祢不单拯救祂 祢也护照祂来服事祢 祢祢面前所要面对的方向 祢有好几个的负担 祢不知道祢前面要怎么样引导祂 所以我们就一同的同心为祂祷告 我们深信祢会让祂看得越来越清楚 当祂走上去的时候 是充满信心 能够跟着祢来走上 祢为祂预备的道路 无论在教会里面 无论在家庭的事工上面 祢都来引导祂 给祂能够在哪一个岗位上面 都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我们特别为祂的家来祷告 为祂在这段时间功课很忙 也要有教会的服事 还有就是要照顾家庭 祖求祢也 让他们这一家 能够在这些的过程中 能够经历祖祢是护照他们的 让他们的孩子们 从小就看见 他们是一个服事神的一个家庭 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庭 也让他跟他的妻子之间有好的沟通 在许多的这些事情上面 能够有好的协调 也能够彼此的以爱来扶持 主我们感谢祢 我们就把他们一家 交在祢手中 也让弟兄在前面的道路上面 看见主祢自己的恩典 我们这样的感谢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大家请坐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学长 东梁长老给我们的这个 分享他的学习跟服事的学类史 成为我们很大的借敬跟鼓励 所以他现在是长老 有一天还是会当牧师 所以这个角色会变换 都有不同的学习 好的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看到几位新朋友 在我们的当中 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急锁一下 免得落实掉一些人 一位 二位 两位 三位 好 我们就先请这个最角落的 来 那个请给麦克风 因为我们有线上的同学 谢谢 介绍一下你从哪里来 大名 老师同学们好 我叫曹蕊 我是今年秋季的一个学生 新生 那我一直在中国 在国内 那上周刚刚回来 所以能够有幸来现场参加咱们的chapel 很高兴 很高兴 我住在 现在住在桑黄卡夫斯区诺 所以比较远一点 那将来我可能也是住在阿尔万 所以目前是在阿尔万嘉南教会 好 在阿尔万 非常欢迎 好的 那就在这一边好了 我们有看到一个老校友在我们当中 也是我们以前的同工 师长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陈雅慧 我是23年前正道的新生 我2000年入学 那个时候叫台湖学院 然后2005年毕业 所以5年还是输给我们的中粮长老 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也有实习 我在拓展处实习 所以那时候后来我们就经历了那个正名 就是从台湖改成正道 正名不是改名 也是正名就是因为我们英文的名字跟中文名字不一致 所以把它中文改了 所以我们叫做正名 经过那段时间 所以我在正道的时间一直到2008年 我就神很清楚带领去达拉斯神学院继续读神说 那之后就有机会就回台湾 那跟正道的关系一直就是藕断失联 回去又回到了这个台湾之后 那台湾正道神学院就 因为我家住在万丹 万丹的红豆很有名 那台湾正道就希望说能够在台湾南区能够有一个教学点 有一个教学中心在那边推广教会的信徒教育这样子 所以又把我找回去了 那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就生病 后来就辞职了 那现在就是在不同的神学院有监客这样 那我这次回来觉得 因为在台湾我们都 我觉得挣到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产 就是我们的校友们感情都很好 那这一点我要跟在学的学弟妹讲 就是你在学期间很建议你在这边能够交到属灵的好朋友 是可以跟你直接对决的 指出你弱点的 是完全可以坦诚在主面前是可以讲真话的 因为这样子的情感在校园里面 一个很真挚的情感 那会带到以后你不管神拆派你到哪一个岗位去服事 那我们还是彼此一个很强的连结 我们的校友会是我觉得非常窝心的一个校友会 我们即使到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 我们有什么需求 我们有什么需要 就是上面讲一声 那哪边能够提供资源 大家都立刻回应了 那我在那个校友群組上 当然就知道我们学校有重新改建 就一直很希望可以回来看一看 那回台湾 我搬回台湾已经九年 九年半了 那这次也是因为教学的关系回来 我说我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学校 一看就似曾相似的感觉 因为它保留了某些的结构 那有些东西又在更新 哇 这是 我很羡慕说 哎呀 我是不是毕业的太早 中两年慢一点 毕业的太早 那我就想起我们以前 就是有过一个活动 就是同学 大家跟师生一起发起清洁校园 那一起清洁校园 其实学校的经费是够大可以请人来打扫 但是呢 我觉得师生一起清洗校园 是一个很棒的那次的经验 我们那次呢 我那一年我是学生会的副会长 我们就觉得 我们要来考验我们的老师们 那个临命塑造的刘护林牧师 我们就故意把他排去扫男生厕所 然后呢 然后那个李宝竹老师 现在已经离开 他在香港当神学院院长 当年是我们的新约教授 我们就故意把他排去扫女生厕所 然后呢 因为我就负责照相 我就去照 是不是他们认真在扫厕所 真的 两个都是跪在地上 差 所以那次的经验给我印象很深刻 就觉得说一个以生命来教导生命之道的一个教导者 他必须自己本身确确实实的这样做 后来我们就开玩笑 哦同学见面 哦你还没有当院长 因为呢 你没有扫厕所 那他还开玩笑 因为你的肾脏多一颗 你们知道这个吧 刘院长是他只有一颗肾脏的 所以我们在开玩笑 你就是肾脏太多了 所以还没有当院长 讲回来 就是说我实在觉得 因为我自己 我读了两间神学院 那现在也在不同的神学院间课 心中常常有一种感觉 就是忍不住就会比较 我觉得我们正道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是从心底这样讲 我后来去读了达拉斯神学院 那我觉得达拉斯神学院 跟我们正道所教的 我发觉正道重要的都教到了 但是呢 正道好像比较是 那时候是培育 是要以后直接募会的人才 那达拉斯感觉上 他比较是学术上 所以我觉得我在达拉斯所在上的课 是在正道多有教到 就是该教的 该教的都教了 那到了那边去之后 他们就是再更窄化 再更近身一点 那所以我觉得说 你在正道所学的东西 应该不敢说够用 一辈子 不会 你以后上了工厂之后 会有很多新的挑战 但是应该有的基础 重要的装备 正道都给你 特别是在灵命塑造这一部分 还有注重祷告这一部分 那时候深深的感受 就是我在其他的神学院 看来看去 我还是觉得我们正道最好 就原谅我这么说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雅慧协姐 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正在伤脑筋 12月6号的学生会活动 要举办什么 现在有答案了 前院大扫除 院长扫厕所 OK 好 还有两位 请前面有一位姊妹 来 慧如 不不 万丹 我是沿州长老教会 然后也 去加拿大也是台府教会 然后也有去多很多那边的宣道会 加州的进行会 林亮堂 现在我搬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然后我又去宣道会 所以就是很多教会我都有去 觉得也是神看到每一个教会 他的体系都有他好的一面 这样子 那我就是也是很 在一个机缘之下 在email看到我的这个logo的 有online的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符合的 我就不用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很羡慕大家能够 就是当学生来学校上课的感觉 所以我只有这两三天来LA这边 所以我就想说安排今天特别来看看大家 能够感受一下学校的感觉 好的 谢谢 你的大名 刚刚还没 我叫吴慧如 Lisa 然后我是明年一月份报读家庭事工 好的 好 谢谢Lisa 欢迎你能够跟我们在一起 好 还看到我们有一个校友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叫 声音没了 我叫Edan铭铭 然后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参加政道的logo 的那个chapel 那因为我是已经毕业十年的老校友 那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 并且听到今年毕业的新毕业生很精彩的讲道 然后也见到很多好久不见的老师 还有同工 所以我也希望我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可以回来服务母校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郑明敏 我们的校友 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很快来看 两个消息 报告一下 下个礼拜 三下午 一点到两点 我们会召开这个 学生会的会员大会 我们要改选明年度的同工 所以请同学 所有的Food Time的同学都留步 好 接下来今天崇拜完之后 要请所有Food Time的同学能够留步 大概我们会有十几分钟 拓展处会跟我们交通一些关于11月4号的 胡适的一些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 我们一同起立 最后结束 我们请董长老带领我们来做结束的祝导 谢谢刘牧师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感谢赞美你 求你赐福我们正道神学院 凡我们所需要的 主啊 求你按你的旨意来成全 求你赐福我们的老师 神国的园丁 求你赐福他们心情的摆上 他们的身体 还有家庭 主啊 求你赐福我们的同学们 亲自拣选我们在这里来学习 我们盼望 主啊 赐给我们能力 满有你的恩典和智慧 求主继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带领我们的脚步 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请坐 莫岛闭会